這隻龍魚就是那個石嶺的那一隻 然後他現在 你看那個黑黑的就是已經 結痂了啦 他的皮 結痂所以會變黑 但是昨天一個問題 他上面撞掉兩個鈴片 你看那白白的 然後 這個是新撞掉的鈴片 鈴片還在這裡 沒有那片鈴片還卡在這裡 然後昨天我就發現 我跟你講 有人會說他什麼撞到沉目什麼 撞到沉目的話是身體會刮到 他是上面 代表魚子自己去撞上面的拉條 然後我昨天發現這隻魚他會一直抖起 他那個胸臍會在那邊抖 然後身體有時候會 捲起來再衝出去 他整隻魚就是很煩躁不安 所以他才會去撞上面 所以有時候 釣鈴片釣得比較厲害是有原因的 然後他上面一直在撞上面以後 我在看他的抖起 還有衝 暴衝扭曲的方 那個動作有沒有 我就給他下軀體外的那個 軀體外腫的藥 下完就好多了 比較暗定了 我跟你講 他鈴片掉了 注意我剛剛說的幾個動作 第一個就是 他會去抖胸起 一直在那邊抖 第二個 他身體會 扭起來後再往前瞪 我昨天應該要拍啦 但是我昨天 昨天下班趕著要出門 不是去唱歌 不是去養生館 是 昨天要帶我爸出去 所以我趕著出門 然後叫員工下藥 然後你下體外蟲的藥 其實我跟你講 體外蟲有分兩類 簡單的講 其實有三類 簡單的講 跟你們講說 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 多細胞 眼睛看得到的 就是我們所謂的魚絲 漸蟲 龍魚比較少得魚絲 有時候會得漸蟲 很容易得漸蟲 尾巴白白的一點 但是會多長一根東西出來 還有身上 那個是豬紋菌 活體帶入的 然後漸蟲是遠遠的 魚絲是遠遠的 像飛盤狀 可是龍魚很少看到得 然後金魚就蠻會的 然後 第二個類 這個是叫做多細胞 就是 就是肉眼可見的 體外蟲 跟那個魚會癢 會摩擦 會瞪 會陡旗 會暴衝 那個不一樣 那個是 那個就屬於原蟲類 就是你眼睛看不到行為 鏡才看得到的蟲 所以有跟你講喔 龍魚下藥你要很小心 你自己要很 注意 去水族館買藥的時候要跟他講 反正龍魚 體外蟲的藥就分 你看我剛剛講體外蟲就這兩類嘛 那還有一種是腮蟲什麼那些要另外 那個很少 龍魚比較少發生 那 如果這兩類的話用的藥是完全不一樣的 一個是魚絲見蟲 一個是 那個 圓蟲類的 就是像白點蟲 白點鮮毛蟲就是白點 軟圓鮮毛蟲就是胡椒 然後還有其他一些 也有車輪啊什麼那些 車輪會 會 會會起鴿 會 嘎尾 又不一樣 那反正 在下魚絲跟漸蟲的藥 的話 它有兩大類 有一種是安全藥劑 一種是叫做有機磷 有機磷這種成分 龍魚 烘魚 異形 毛蘭的 鴨嘴 三間鼠 鴨嘴那一類 碰到全部死 所以你要注意一個情況就是 我有一個 所以你去跟人家買說要區體外蟲的藥 你要自己知道你的魚是什麼類別 買什麼藥 齁 啊我剛剛說的那一種的大部分都是藥粉 藥粉型的 他是在 除魚絲見蟲 齁 那你如果買到有有機磷的龍魚直接 一碗就掛掉了 上次有一個客人齁 有一次 禮拜三來 然後看到我就在那邊跟我講說 老闆都是你沒開啦 齁我真的 他說我們禮拜一公休 然後他覺得他的魚會抖會磨 然後他去 外面的 大型的 水族館那一種 他就跟那個員工說他的龍魚要除體外蟲 那個員工又賣他一罐藥粉 他原本是九龍混鋼 龍都不是我賣他的啦 齁 這客人就跟我們買 龜藻球買綠材買 買設備 他說 他那天去買 結果買到一罐藥粉加進去 他說才一個晚上 他說才幾個小時吧 他就發現龍魚在那邊打滾 你知道在那邊爆沖整 可能剛在那邊沖在那邊打滾 他趕快換水 結果他的九龍 再也不用擔心打架的問題了 十八隻剩下一隻 齁 所以你在買體外蟲的藥 就是要自己知道齁 是什麼類別 反正 我跟你講龍魚算是比較 清潔水的魚 體質比較明顯 是古代魚 所以你買藥的話 你要找那個比較內行的 店家賣 龍魚專賣店 還是你覺得 就是這個 這個很有經驗 他有用過那種藥才可以 像他就是 莫名其妙 去問然後有一個店員就賣他 搞不好那個店員才上班一個禮拜 或者他根本自己也沒有拿那個 藥去用過龍魚 但是看到外面寫 屈體外蟲啊 什麼什麼就賣他了 那像龍魚會 會斗啦 會什麼的話 這種的話 我們是下白點藥 你可以去買進口的白點藥水 進口的我強調了齁 然後但是用的劑量多少跟品牌 再問 你能來店裡面的我賣給你 啊不能來店的你 你在那邊問的話 買的話就問店家 然後你要跟他說 你是要用紅龍的 你說他會去摩擦身體還是怎樣 反正就是 自己要先了解一個大概 然後 你要找內行的店家 要不然的話你自己就要有點內行 你不要讓外行的來賣你 東西 就把你的魚直接帶走了 好不好 這個今天下完就真的超穩的 我跟你講啦 魚齁 偶爾被什麼東西嚇到 冰冰蹦蹦 浪結了 有釣靈片 那你就要判斷 他是被驚嚇到暴衝的 還是像這隻魚他是 他是因為身體癢很不舒服去 去沖 上面造成的 所以釣靈片也會有分驚嚇的跟體外蟲 所以你要去分辨 然後 下藥的重點我剛好跟你們講 好 啊 沒有辦法來店的你就 究竟問你們的賣家 還有有時候賣你龍的我覺得他也需要給你 也是要給你一些諮詢 你看像剛剛他抖了兩下 昨天不是這樣喔 昨天是他媽的抖得很厲害然後 就整隻魚還會 捲起來這樣 會很不舒服的樣子 跟今天這樣子又摘又摘的是不一樣 好 就簡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只是說昨天很可惜他在抖的時候 我沒有空拍 今天他就不懂 所以 就大家跟分享一下 然後還有 你買龍魚藥的時候 千萬小心 尤其是藥粉要很小心喔 下這種原蟲類的 類別的藥幾乎都不是藥粉的 所以你要用藥粉的話 你要特別小心 龍魚不要隨便下藥粉 然後又是除體外蟲的 因為大部分95%的都是那種有機磷成分 但是那個來用金魚 鯉魚 就沒關係 但是你魚缸裡面如果一隻 鬍子還是一隻異形 那隻異形第二天就死了 你的龍魚也是 第二天早上就拜拜 好 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就下班了然後覺得 趁這個上面還很白 新撞掉的這個就很白 趁這個還很白的時候跟你們分享一下 然後我跟你講 因為他是上面 所以我判別他是撞上面的 再去觀察他的行為 如果是側邊的就不一定 搞不好真的是 為了為 比如說你 你未活的朱文錦 朱文錦鑽進去 裡面要龍魚衝進去 那個又不一樣 好 拜拜 拜拜